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人間消失 最近過去一年 有些人在地鐵站去拜祭 有些人死了,人間消失了 這麼有趣 一年之後的今天 那個消失的人 告訴大家他有沒有消失 只不過因為他被警察拘捕 要去簽保 過去一年就很低調,沒有出來 最近成功了,逃離了香港 去了外國 他就告訴大家,大家是未死的 其實這個也不是這麼大的一件事 因為說未死,經常都 真真聖聖有存在過就是耶穌 他死了三日復活 第二個就是 貓王皮弟事理 到今時今日都是說 貓王是未死的 只不過他是不想見這麼多人 隱性埋名 都是有這樣的傳聞 其實最厲害是說 連皇帝都跟他做了 搭了整台戲 又有寧墓 又有庫文 甚麼都做好了 是 竟然 最後是未死 這是誰 這是洪成囚 洪成囚 就是最高的官 去到兵部侍郎 後來他拿了三軍統領 去跟清朝打仗 他們被迫在錦州 被王太極斷水斷糧 然後生琴了洪成囚 洪成囚 有很多人去勸航 有一個人去勸航 他看到他在天花板 掉了些灰 落他的衣服 洪成囚 便會拍一件衣服 那個人看完這個動靜之後 他就跟王太極說 這個人一定會被你勸航和賭會投降 為甚麼 如果是一個有精節的人 有禮節的人 根本他在這個情形 是不會在意這件衣服 不會髒 那個人看得到這個點的時候 就給了很多引誘他 給他吃東西 又有女人 最多出了王太極 王太極 見他冷 就自己給了自己的面納 蓋住他 他就覺得感激流體 其實只不過是洪成囚 就是在等這一天 後來洪成囚 就變成了清朝的大將 其實如果他是清朝 叫他怎樣說 是清朝的人的時候 滿清家族的人 其實他就會做到顧名大臣 因為傳給康熙的時候 即是順治傳給他的時候 有幾個顧名大臣 都是滿人才能做得 漢人是不能做的 但是以當時洪成囚的身份 其實他是做這個崗位 是灼灼有餘的 那崇禎就擺了 可能是一個烏龍 那他做了又做了這些告示 又封了他 他有很多東西 又賜了很多錢給他家人的時候 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那個人還沒死 不得只 還要是投降給清廷 然後他也幫了清廷 去清廷了很多漢人的 那些將軍 或者是一些反抗的人士 那他和五三貴 都是被 後來的乾隆 認為是兩大的反骨仔 兩大的奸臣 那這個就是消失的人物 那這一集我就說 關於這些人物的消失 那都不是一件這麼大的事 就是拜錯野 燒錯衣旨 那不但平民百姓會 就這樣做 連皇帝也試過 崇禎也試過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全不關乎政治 只不過是說一些消失人物的故事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